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已经走回来 快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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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孩子 小桃子大概在这边附近了 就差这么一步 却是生与死的距离 就发生了一个公车 他对我来是很快速的 我的两个手来得及跟他说听 因为我的小孩子在我前面 如果他没有听的话 一定会转到我们 我的老婆也是在我的右边 然后他就没有听 直接转到我们了 这一撞 一家三口 两子一伤 小家庭的梦想碎裂一地 其实那天晚上我们发生之后 钱都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正在讨论公司的名字 然后计划怎么样 所以 所以 继维亚就这样与妻儿天人永隔 明明守规矩地走在斑马线上 却被公车在路口左转时直直撞伤 而视线死角总是理由 大型车辆的车头前方 车辆后方 及左右两侧是驾驶的视线死角 行人和其他车辆应尽量远离 但继维亚气氛 照视者企图用视线死角开脱罪责 因为错误的驾驶习惯才是方不胜防的杀人武器 不只看他对面的车子来有没有机会 他也看路上有没有人 他一定会看得到我们 但是他都没有看 他有15秒钟的时间都没有看左边 大型车杀人不断重演 这是一场交通革命 车辆越大责任越大 出车前必须酒测 再进行各项检查 我们要检查机油 水箱 皮带 确认斜坡板 轮胎状况 最后检查全车灯号无异常 才能发车 有20多年公车驾驶资历 孙逢坚是客运优良驾驶 左边没人 右边没人 向右转的时候要只差确认 只差确认就是在斑马线前先停下来 那左手比左边有没有人 右边有没有人 没有人 那我们广角性再躲 躲过A处去看 A处有没有挡到人 那向左转也一样 先确认号制 来车 到了斑马线一样确认行人 正确的驾驶习惯 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 再针对视野盲区 搭配预警辅助系统 双管齐下 大型车辆装设主动预警系统的计划 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能够整合主动的盲点系统 以及被动的行车事业辅助系统 预计会在今年 会来完成800辆设备的 实验设备的一个安装 提升大车行车安全 交通部通过法令规范要求 但谁说小车就没有危险 无论是视线死角或是其他理由 造成交通意外 有越来越多人认为 台湾过于简单的烤照制度 就是造成事故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因为要拿到这张驾照真的不难 但是有驾照 就等于是有有安全的驾驶能力吗 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程是高速驾驶 对 弯到看远方 看到路末端去抓脚步 可以看远 然后可以的话就可以才要80 对 很好 再多 因为我们在内车道 记得要开到最快 学员邱小姐早有驾照 但缺乏上路经验 这次她不去驾训班 改找私人教练 就考完了就是拿到了 我还考满分 但是你还是会不敢开 因为你上路就是不一样了 就是你看到车就是会怕 有驾照不等于开得好 台湾长期以来 驾训班训练已形成口诀教学 与实际路况脱钩等乱象 再加上教练薪水 和学生考照率息息相关 业绩压力迫使教练得想方设法 让学生合格 因为教练他们的薪水 是根据学员的人头数计算 如果你的学生第一次没有考过的话 驾训班通常会扣除一部分的薪水 然后等到你的学生考上 他才会发还你 他是一个可以滚动式检讨的内人 日本的驾训就像这样子 他去问了把路上的已经上路很多年的驾驶人 叫回来 问他说 以前你上课的时候 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驾训班对你来说你够还是不够 有必要的这个科目筛选出来 然后可能在时速跟费用上 会有所调整 驾训制度必须检讨 换照制度也得更新 因为在台湾开车 除了职业驾驶 外国籍与75岁以上长者 其余通通免换照 便名是美意 但若因此少了安全 值得吗 就是驾照 它是一个特权 它不是一个人权 换照其实是一个手段 它不是一个目的 我是透过那个手段 逼你一定要知道最近的更新 学者提议 针对严重交通违规者 实施强制换发短期驾照 与时俱进 降低风险 别把人命当耳吸 我先针对高风险的那一拳 就是你常有重大违规的 你闯红灯的 严重超速的 酒驾的 你全部都要回来 重新再换 而且我不会让你一次终身免换照 马路上的不安全驾驶 就像不定时炸弹 没有防御的行人 是最大受害者 尤其是他们 近五年 行人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每年大约都有三四百人 人数尽管逐年缓步减少 但其中高龄者死亡人数 一直都占将近七成 他们是马路上最脆弱的一群人 各位大哥大姐 早 超速的话 900到1800 简报用红色 粗体 夹框 让长辈迅速抓到重点 他刚骑那里 还是微型电动的人车 还不忘搭配影片图片 吸引长辈注意力 小绿人在亮的时候 要不要过 一般来说不要过 因为你没有把握你过不过去 交通部从一百年起开办 陆老师培训宣讲计划 陆老师就是向高龄者 宣讲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的老师 通过招募培训 让陆老师们深入社区 教导长辈判别交通事故风险 和正确的用路知识 在一百一十二年 与超过七百个村里合作 进行宣讲约一千一百场 听讲长辈 共有四万三千三百八十八人次 九千五村五秒村六千 就不要人家要过去 那就让自己也更安全 让那些路的用路人 才不会这样坚持 以前我有些地方 我都没有注意到乱走 那现在知道了 都要很小心地走 对我们的长者 大哥大姐 我非常大的提升是 他们会很清楚明白说 原来我走路 现在要穿亮一点 我现在骑车的时候 我不能做一个切西瓜的行为 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 每一条路都希望通往平安 还我的心理很痛 我是希望政府认真的 多认真一点 该交通的东西 每年都有近三千人 因交通丧命 马路 独沙场 多少人含冤战死 好好开车 好好走路 用交通革命 告别行人地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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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